大家好,我是Chill,今天帶大家來吃淡水 吃了會幸福滿滿的手作 日式漢堡牌,世衛屋 這是我們點的送的小菜 這是毛豆 這是我們點的炸牛排套餐 牛排中間的肉還是五分熟的喔 是可以選熟度嗎? 老闆建議五分 看起來好好吃喔,可惜我不能吃 然後套餐有附一份飯,然後給一個味噌湯 這個是單點的蛋 這個是味噌醬,然後下面是玫瑰鹽 這份是我點的炸豬排套餐,是咖哩的喔 這是我單點的漢堡排 太難得有我可以吃的漢堡排,它是豬肉做的喔 哇,來看一下我們漢堡排的橫切麵 哇,來看一下這個漢堡排的橫切麵啊 很厚實,很大一顆耶 對,然後滿柔軟的,很好切 對,這一分130我覺得是很可以的喔 來看一下牛排的橫切麵也是,哇 好像好好吃的樣子喔 好,沾著醬來吃吃看嗎 還滿軟的 對啊,因為他以前吃過他覺得好吃 我們今天本來是要去吃別的,沒有沒開 然後我覺得這間好吃都沒有拍過的,來拍拍看 怎麼樣呢,怎麼樣呢 這個炸的牛排啊,他外面裹一層麵包粉 然後你在吃的時候就可以吃得到那個酥脆 還有麵包粉的那個顆粒感 然後再來是他裡面的牛排,其實熟度整個來說掌握得滿好的 嗯 那他的牛排裡面呢,是有一些筋,有一些油花,有一些就是瘦肉嘛 那但是整體來說,他還滿好咬的喔 不會難入口這樣子 然後這個是他們樹上的那個,乾口的,就是甜的味噌醬 你看那個牛排真的是很大很好吃 那他的熟度呢 熟度的話,基本上老闆說是五分熟 那我剛剛,你們看剛最開始的畫面有一塊是翻過來的 大概就是那一塊最深了,其實你往兩邊的部分就會看到它 沒有,因為你擺折的時候,它會慢慢越來越熟 因為它有本身的熱度 我覺得不是,因為它應該是整塊的去處理,去料理,然後再切片的嘛 所以最中心的部分一定是最難熟到的麵包啊 嗯,它熟度應該如果有些人比較有疑慮的話,其實可以跟老闆說的 我覺得不會耶,因為完全… 可是我說有些人可能他完全不敢吃有熟的 那他可能可以跟老闆說的 因為在點菜的時候,老闆就有跟你確認做五分熟可以嗎 對對對,所以就是記得如果也喜歡吃的話,要講一下 自己調整那個熟度 對,要講,對喔 然後這個是我的炸豬排啊 炸豬排的部分啊,我覺得算是滿有口感的 然後,我覺得講到真的不輸那個…有一些連鎖店的那個日式來連鎖店 我覺得這間店啊,很像你去日本的時候呢 吃到那種日式家庭小店 然後,當然日本會稍微貴一點 可是我覺得這很開心,如果你有時候回味說,你去去日本玩啦 然後路邊碰到一間那種日式小店的話 我覺得口味上面來說更精緻一些 然後他裡面用的肉啊,我覺得不馬虎 但是你要說到很好吃,很好吃也不至於 因為畢竟價格來這邊,這一份一百七個 所以我覺得超棒的一個套餐這樣子 我覺得很可以接受 就是如果你住附近的話 來吃會覺得是一個還滿…算是精緻的日式小店這樣子 對對對,然後他的咖哩也是偏日式那種咖哩 然後重點是他的肉啊,我覺得雖然是比較有嚼勁 但是不是說會讓你咬不下去 是他肉汁也滿多,但是他有嚼勁的那種 所以如果你牙口比較不好一點 我會覺得稍微…稍微可能不好咬 但是還好,不是說真的…就是… 不是那麼難咬啦 對… 好,咬一下 滿輕鬆的 對,但是你喜歡有口感你就很喜歡 但是就是有一些人他的… 比如說像你媽的那個… 嗯…牙口不好 牙口不好 他可能就會覺得說 欸,稍微… 可是還是可以吃得了 對對對… 因為他畢竟都是肉汁混骨有骨頭 那我覺得是很出色力 一百七的價格來說 CP值爆高 嗯… 他還想要講這個牛排 對啊,忍不住要講 剛咬到這個牛排裡面 它這個是筋的部分 然後不會難咬 然後咬它就這樣QQ的,很有膠質感 好舒服,超好吃的 基本上就是說 我還是要告訴說它中間是有筋 不過它這個筋的部分 不會讓你覺得不好喔 對… 或什麼的這樣子 所以你如果是真的很在意有筋的話 你也可以考慮這個點這樣子 因為我們希望說 我們在拍影片的時候 呈現正確的資訊 對… 那有些人喜歡 有些人不喜歡 讓大家知道這樣 對… 它這個米飯 我稍微要小小的吐槽一下 嗯… 我覺得稍微有點太濕了 嗯… 對… 可以把飯煮得好的 可是… 呃… 卻沒有到整個粒滴分明 對… 我覺得比較可惜的地方 對啊… 反正… 這個地方要注意一下 我覺得可能它有幾天的時候 米飯它煮得超好 因為它米飯的質地來說 我覺得是好的 來吃一下這個… 漢堡排 是豬肉的喔 好開心喔 很難得有那個… 豬肉的漢堡排 我可以吃的 然後下面應該都是味噌醬 對… 我剛好吃啊 我覺得算是我滿滿意的 就是豬肉的那種… 手打的那種感覺 它的味噌醬很濃郁 但是就是… 我覺得是小朋友 會很喜歡的口味 因為… 肉就是甜味噌嘛 然後呢… 肉本身也有一些甜味 它的那個肉… 絞肉裡面 有放一點點胡蘿蔔 看得到那個纖維嗎 這邊剛好有一點 對… 所以它的肉本身也是有帶一點甜味的 不過我覺得它真的非常大顆 對… 我覺得它很有誠意 就是… 我講CP值很高 這樣子 啊… 美味程度的話我覺得算不錯 還滿不錯吃的 對… 比較多… 極美味道 因為我們今天是它的小朋友吃不下 不然其實… 你應該要點它漢堡排的那個桃蛋 對… 漢堡排的套餐是有韓一顆蛋的 然後一樣就是有飯有湯這樣 所以它在搭配起來的時候 會更好吃 那顆蛋真的滿滑的 我給你吃的 嗯… 這個我也覺得… 我是覺得好吃的 是… 很好吃啊 我來講一下這個味噌湯 它的味噌湯 其實跟我們一般喝到的那一種 有點不太一樣 它味道柴魚味道也是滿濃的 可是它有一點到你嘴巴尾韻中間 會有…後面會有一點點酸酸的感覺 對…有酸味 對…可是是那種很舒服很好喝的那種酸味 我覺得滿特別的 我不知道它的味噌湯是什麼的煮法 不是那種…就是半醬湯 算是那種很奇怪的尾韻 很有趣的尾韻 畢竟味噌在台灣來說 我們可能不是真的那麼熟悉 可是日本… 味噌其實有非常非常多的酸味 多種 對… 我要講一下它這個飯 我後來放了一陣子之後 它有更好一點點 可能是它的飯真的是還剛剛… 剛剛煮好這樣 所以我剛剛覺得說 稍微有點太濕 而且就好一點點 對… 所以我還是平板一下 因為它不是真的阻礙物質 真的是有一點點 剛剛真的是有這樣的感覺 對… 提醒一下大家 不然有時候… 對啊…我們真的是… 性量開始要調整說 我們自己… 在評這些東西 吃這些東西的是 一些真實感受在講的 更細膩一點這樣子 好…我們來總結一下 這一間店 我自己也是覺得很棒 就是它的價格啊 然後口味上 雖然說 我覺得不一定是你 可能要從外地特地跑來吃 可是如果在你家附近的話 絕對是可以常常吃的一個選擇 然後… 我覺得它厲害一點就是說 其實我覺得它比我們 去日本吃到的那些 家庭小館 還好吃 然後價格上面 如果是跟日本… 其實我覺得日本現在物價 已經跟我們台灣已經 還不想上下 因為我們… 疫情真的比較後期了 我們也去了兩隻日本 我覺得是不想上下 甚至可能台灣還稍貴一點 不過我們去的都是鄉下啦 對啦 可是… 就是這樣 然後我就覺得說 它給的配置啊 然後給的東西 如果是你在日本要吃到一個 這樣子的set 一定是更高的價錢 對…啊不用講台灣 台灣的話一定會更貴 因為… 光拉麵啊 日本可能賣一碗兩百塊的話 台灣絕對會賣到兩百八三百 對… 然後這個的話 在日本我覺得是… 你沒有三四百塊台幣是吃不到 那這樣子的話 整個套餐我覺得兩百五還蠻厲害的 對… 對…但是… 呃… 美味程度的話 因為我覺得有些人比較挑剔的話 你是比較挑剔的人的話 就是不用特地來吃 可是你有經過的話 你覺得… 吃一頓… 開心的一餐 我覺得… 它絕對能給你這種感受 日式的家常生活 對… 好吃的日式家常生活 我們今天先到這裡 帶你們來 拜拜 對… 推薦這個… 這個… 豬排飯的話 附近也蠻多好吃的這樣子 我覺得… 選擇會很多 所以我覺得會被比較的 可是… 這兩個絕對是… 其他東西沒有 其他店沒有的 吃完的感想都是… 幸福感滿滿 嘿嘿嘿嘿 看一下這邊的環境啊 這個水啊 是可以去裝的 然後還有附送小朋友的韓國 按一下環境給大家看 座位大概有12個左右 可能有更多啦 好水是有裝蘋果的 蠻用心的 水不錯喔 你沒有泡蘋果跟淋流程 就是喝得到那個味道